HitFM联播网 Great Music all day 只想听音乐 Hey Miss DJ Hey Miss DJ 来到今天的Hey Miss DJ节目的访问现场 我是Ossa 我今天很开心 我终于等到她的新专辑 不过没关系 她的新专辑呢 等多久我都会愿意的 她是小雨 谢谢Ossa姐 好久不见 真的很久不见 而且我每次要听你的新专辑 然后每次要访你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回去听小雨同学就是我 天哪好害羞 不会啊 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张专辑 谢谢 的很多首歌曲 走得很前面啦 其实不敢说啦 因为其实从第一张专辑 我其实就当时的状态 我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没有特别想要走得多前面 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很前面 那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态度 我想要帅 我想要告诉大家我多行 我多能唱 大概就是这样 很单纯 对然后我就会听 比如说从那个吃美与王梁开始听嘛 然后听 我就要看那个歌词 然后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来对照一下 你这张专辑有没有哪个是说 那个欸欸欸的那一版比较好的 你把它放进来 像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时候的状态 也是在玩音乐 然后到现在已经超过 可能超过十年了 到现在无视这张 我也一样在抱着玩音乐的状态 在做这件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神圣的事情 就是专辑 我觉得那种转变 其实刚好 Elsa姐提到第一张专辑 我自己这样 在此刻这个moment这样 突然快速的转了一下 我觉得 其实改变还蛮大的 其实我也会 想到的时候 或者别人提到的时候 突然回去听一个 以前的什么歌 不太一样 跟当下做完 在那个时候 当下做完那个歌 我觉得听完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你的 你的对于音乐的热情 是完全一样的 那只是说 你把这个讯息 散发出来的态度 你可能就比较不一样 你的第一张专辑 就是很明显 就比较冲嘛 那你其实 你比如说从上次的 这个同在到现在的五世 其实你有时候 有一些的意见 你还是要发表 可是你就比较免礼针了一点点 免礼针 就是 就是你里面还是有针嘛 但是你还是把它 稍微比较圆融一点的方式 把它讲出来 对对对 然后除非你来赐我 你才会自己受伤 没错 对对对 像这样的感觉 真的是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来听的是 小雨在五世这张专辑当中的 开场曲 会用这首歌曲来当 开场曲的选择 当初的选择是 关键是什么 简单来说 直观的话 就是那把吉他吧 开场那把吉他 这把吉他代表着音乐 就是一直陪伴着我的音乐 不管我发生什么样的事 或者看到什么样的事 或者听见什么样的事 或者正要思考着什么 永远我最大的依赖 基本上就是音乐吧 对 那他一直扮演的就是 我觉得人生当中非常 等于说你没想到他的时候 跟你突然想到他的时候 他都可以好像随时存在的感觉 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首歌就 我当时做完第一次 做完所有的歌 大概混音的阶段的时候 我就自己随机 就是一次十首一次听完 我第一个歌我就选了这首 然后接下来一直到现在大家听到的歌曲 都是经过 最主要都是经过我自己个人这样 几次这样听下来 然后很主观的去选出来 然后我觉得这块 我还蛮感谢经纪公司跟唱片公司 因为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意见跟想法 但他们到最后最终决定还是在于我最真实的感受身上 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因为我在做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 我其实都是怎么讲 要嘛真的我要觉得好听 要嘛就是我要觉得 哇好难过 要嘛就是要很痛 要嘛就是要说到那个点 我心里面的那个认同点 那就很开心 连歌曲他们都这么的认同我 我就觉得有这样的团队真的很难得 对因为对我来说 可能大家比较难感受到就是 为什么要那样拍 那你的情绪是什么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好像你看一本书 你会有高低起伏 你觉得你这个时候 好像难过是可以的 因为你觉得可以很自在的释放这个难过 或者是这个时刻 你觉得你是可以肆无忌惮的 开心快乐失控甚至是 就是大概这样子的一种 简单的情绪 然后组合排列 变成这样子的歌曲 所以你是在这张专辑的歌曲都做完了以后 才去决定那个曲绪到底是怎么做的吗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像王家卫 就是不敢当啊 没有意思就是说 你用不同的情绪的排列这样子的方式 组合的排列的方式 其实会营造出来不同的氛围啊 没错 没错 这是真的 而且这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你一定要这样子做 你才有办法用 不是你做音乐的当下的角度 去听你的专辑 对 我觉得这个 是我自己可能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拖了一大段的时间 所以多了很多时间去品尝很多东西 那最重要就是音乐 对啊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有问过其他的歌手 我想要知道你的意见 在11月的时候 Adele出了新专辑30嘛 她那时候其实也跟Spotify 好就是建议 然后最后Spotify也已经采取她的建议 就是说她要把那个随机钮拿掉 也就是说 Adele觉得说 我的这张专辑的曲续 就是要这样子安排的 所以呢 就是请不要让听众朋友们 用这个随机钮把它Shuffle 好 然后这个曲续是乱掉的 所以要听我的这张专辑 我就好好的一整张专辑这样听下来 很好啊 很好 是是是 太好了 但我不知道 我有这个权利的话 我肯定也会这样做 对 因为 因为现在大家 听音乐其实也都很主观 这个完全是很OK的 但是只是会有一点点 小小的要求 就是说 既然我做的是整张的专辑 我写的是一本书 我就会很希望你照着我的方式 先品尝一次 那再来用你自己的方式 对 我会蛮希望这样子 所以我的做法 更全面一点的话 或许我会让你有选择的余地 对 就是你可以选择 把这个灌掉 你也可以选择 你看到 这个专辑 一听到这个专辑 你想照你的方式听 我觉得 一般大部分的人 可能会愿意照 歌手自己的方式去听 因为 除非你已经 在我做专辑的时候 你已经听过这些歌了 你才会有自己的想法 要不然 要不然就是 你可能在某一天 上班的路上 听到某一个我的歌 你觉得这歌特别好听 当你找到这张专辑 你就想先听这首歌 也有可能是这样 那也没问题 但就是 我觉得就针对于这问题 我觉得我是 举四支 五支 六支 八支的时候赞成的 我觉得非常好 对 一个创作人 他在这个专辑当中 他想要 铺成的这个启程转合的 这一份 也是这个创作人的创作之一 对不对 没错 好 那我们现在来听到这首歌曲 就是专辑的开场曲 见好就放 那你知道这一个歌曲的英文 名字叫做Schedophrenic 我不会念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不知道 它是精神分裂的意思 真的吗 所以是因为 是因为他听到你的 这首歌的吉他 还是编曲还是什么吗 不是 这张专辑所有的英文 英文歌名 都不是 都是可能 因为可能要上家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请公司的 可能 携手或者是登陣的 去查去做 但是我真的很多 我当时我就开玩笑 我说这个英文 这个我完全不会念 我到时候 我怎么分享 这样 然后你说这一首歌 这首歌歌名 尤其是我 我真的完全不会念 其他我应该都可能 可以来上两句 是是是 Nothin to see 这样子对 对 对 Nothin to see 然后这首歌 它的翻译 就是像 Elsha姐刚讲的这样子 其实它某个层面 是贴切的 你一定要听完整首歌 你才可以感受得到 为什么要用这个 这个词 因为 这首歌的A段 跟副歌 它是完全两种个性的人 一个白天跟晚上的感觉 A段就是 听起来 其实就是极度负面 它就是一直在 吹翻你的各种 正面思想 是 那等到副歌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 一直在推翻 主歌的那样的个性 但其实这都是同一个人 就是 我们每个人 难免 有时候遇到一些 关键的 选择的时候 或许会产生这种纠结 或许啦 我不知道 那我会 比如说 在做音乐也会 在 决定一件事情 也会 那晚上 想这件事情 跟白天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太一样 那我只是故意 因为写歌 用一个 那如果更极端 会是怎么样 就是 会不会就像 所谓 别人眼中 看到的 这个人 是不是脑袋 有问题 或什么的 都有可能 因为我不知道外在 每个人会怎么表现 如果有这样子的状态 的时候 所以就用了这个词 那 艾萨姐对于 乐理比较粗浅啦 但是这首歌曲 我听的时候 我的确有点点 怎么会跟着摆 这样子 就是它是四六拍的走法吗 还是 四六六八拍 六八拍 它是六八拍的走法 就是等于是三拍 我都把它俗称为三拍 三拍三拍 就是你可以把它联想成 可是三拍 就是有一种 徐哲配感觉 跟徐哲配差好多的感觉 对 徐哲配姐姐的话 他比较 他有很多这样子 三拍的歌都很华丽 其实 然后都很有 好像你打开一个盒子 你会发现很多惊喜的感觉 对 我觉得他 又是另外一种层面的厉害 就是编曲很厉害 我觉得 好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 来自于小雨的 见好就放 继续和小雨聊 她的新专辑 吴氏 然后今天已经是 新的一年 2022年的第一天了 1月1号 当然不能免俗的 应该是要问说 你对于新的一年的一些 愿景吧 或者是展望 我希望你可以稍微 比较自私一点点分享的 就是你可能是在 你自己的 不是歌手小雨 或是音乐人小雨 制作人小雨的 生活上的小雨当中 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展望 平凡人小雨 生活当中 要吃喝拉撒的小雨 生活上有什么样的展望 就是 希望今年跟去年一样 平安健康 对 这个听起来很无聊 但是 我想不到有什么比 这个让我更想要 对 而且这个东西 看似很无聊 听似很无聊 但是你仔细去想 这不是最重要的吗 真的是 而且像 我知道你在宣传期当中 你又拼命的会忌口 就是 大家想说 不要骗胖 不要骗胖 不要就是跟 之前做专辑的时候 突然就是很胖的走出来 出关 想说 做完了 就大家都说 你要开始忌口了 所以 在忌口的过程当中 你跟身体健康的这件事情 你有去拿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吗 不冲突啦 其实 因为其实我忌口 那我想要知道你的忌口的 这个 你的实践的这个菜单是什么 比如说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菜单 我其实不忌口 我什么都吃 只是吃的时间 就不能像做专辑那几个月 所以你就说 做什么168的这样子的执行的计划 还是并没有 没有 没有特别这样子 就是不要太晚 比如说睡前啊 或者休息前 你还 你还吃的很饱这样 不行 对 那是睡前几小时不吃 至少两到三小时吧 不错 哇 真的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很不错 好 所以就是 就是在这个食物的摄取方面 然后以及你的身体的平安健康的这件事情 其实你都是有放在心中的 对不对 当然 太好了 要不然都会被白眼 哎呦 我就很担心 就是你会因为不要就是 不要让自己的这个体重过胖的这件事情 导致于你的身体失去了健康 不会啦 健康还是第一啊 那有运动吗 当然就是天气好骑骑脚踏车 天气不好就跑跑步这样 跑步机 跑步机跑多久 不一定耶 我有分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计时 可能你就是设定40分钟 然后中间你会有两次的 等于是很尽力的跑 其他时间可能就是快走 要不然就慢跑 那还有一种层面就是 跑步机不是可以 有一些跑步机 它可以设定 比如说段速 它可以多抖速度多快 然后时间持续多久 然后反复要做几次 就可以设定这个东西 就有点像课程这样子 我觉得这两个的状态不太一样 对啊 好 所以有透过这样子固定的这个运动 保持着你的身体的状态 尤其是像心肺的状态 我觉得对于一个歌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就是新的一年的新希望 应该跟很多的平凡人一样 就是身体保持健康是最重要的 嗯 没错 没错 好 这样专辑和魏如云合作了很多首的作品 有些是歌词上面的合作 然后有些真的就是跟他的歌声上面的合作 但是反而跟歌声上面合作的那一个不是他作词的 没错 然后这样专辑当中 其实有一些合作的有老朋友 有新朋友等等 魏如云算是新朋友 新朋友 然后还有一个编曲家叫Kevin Kevin的那个很精彩 那个我们会待会聊 OK 对因为我看到你选他 我就觉得很开心 对因为之前 对对那个我们待会聊 好那是跟魏如云呢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歌曲是 《怎么忘记了你》 那就是跟魏如云的声音上面的一个合作 这首歌简单说就是 听完会有点无奈 可是你听完你再仔细想 其实希望你可以找到你当初的快乐的自己 这样子就像歌词的走向 那这个歌词是徐敏林老师写的 这个作家其实他在我的上一张同在专辑也写了很多首 那我一直很喜欢他的歌词 就很开心这次又能合作 因为他写词就是 你看他的文字就会很有画面 然后画面每个人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对然后大概就是整体是这样 那至于为什么会跟那个魏如云合作 其实很简单 对我来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要找谁 我只是想要做一件事情 想要做一件 我跟这个人不认识不熟 但是我想要他若有时间的话 然后用他的方式去表达我的音乐 解读我想讲的事情 所以就促成了这次合作 我完全不认识他 然后我就决定这件事情就请公司去搭这个中间的桥梁 就主动去联络他 就很庆幸是他一口答应 那虽然他可能一度可能怀疑是诈骗集团还是什么的 但后来蛮顺利的就是讨论歌词啊 包含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也是很随性 你无法想象中的随性 就是当天我们只是在讨论别首歌的歌词 我就突然想到这首歌 我中间有一段很重要的位置需要 好像需要你的声音 因为我对你的声音就是 已经有一个 怎么讲 美感在了 就觉得你的声音其实就是 不用太多的技巧跟表情 你就会有一个很适合的位置在这首歌里面 我的想象是这样 我就直接开口问他 你愿不愿意在我的这首歌里面唱上两句 然后他就说真的假的这样 对 那后来他也答应 然后录的过程也很愉快 然后速度也很快 很有效率 那成品到现在大家听到这个 我就觉得很开心找到他 然后非他不可 对我听到的感觉就是这样 是因为我也觉得他的声音 其实是属于比较通透的 然后那这首歌曲讲的 其实你也是已经分离了 已经过去了 所以他用一个很通透的声音 来唱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是你们两个的距离感 已经出现了这件事情 其实就可以透过像这样的声音上的反差 做一个很好的呈现 是很反差的 因为其实这首歌就是 一个男生他已经很习惯了跟这个人相处 习惯到他已经忽略了这个人 但他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当他有一天离开 他发现了以后 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之后的事情 所以当魏汝云在这一段声音出现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要像 Elsa姐你刚刚讲的那种反差感 就是他是已经用一种超现实的状态 在告诉这个男生说 老娘已经离开你很久了 你还在那边找我 难过难过什么劲 这种感觉 但是虽然我讲的是比较浮夸 比较口语化 但是其实杀伤力真的是这样子的 对我来说 对那他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音质 我觉得这个在我身上就没有 就是魏汝云唱歌会有一个 很颤抖的抖音 那个抖音是 我没有办法去唱的 我觉得也这样子的 有这样特质的歌手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多 你已经这么会唱了 就是留一点其他的特质 让别人发挥好不好 没没没 好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于小宇和魏汝云合作的 《怎么忘记了你》 你那么可以 还能独占你 却无法再轻易 找你变得清晰 算了吧 算了吧 忘了吧 也许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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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会更快了吧 来到今天的 Hey Miss DJ节目 访问的第二个小时 同时今天是新年 2022年1月1号 所以第一集节目 当然这样放我最爱的小宇了 小宇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推出的是 无视这张专辑 我觉得这张专辑 再次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谢谢 虽然这张专辑让我们等了大概四年 四年 差不多四年 没关系 因为真的是 就像我开场讲的 就是你的作品 就是我就觉得 非常的愿意等 而且真的是拿出来的东西 不会让我们失望 然后这张专辑我知道 我之前去听歌会 然后你有特别讲说 是讲的是关于记忆这件事情 然后我有私讯给你 对不对 你有看到 因为我会觉得你当天在讲的时候 其实 你好像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 然后是藏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一个 那个能量的一个来源 但是你好像说不出口 然后我就觉得说 好像不晓得该不该问 但是问了以后 也好像可能无济于事吧 没关系就让你好好的发挥好了 所以你就说是关于记忆的这件事情 我后来其实有在新闻当中有看到 就是说其实也许是跟你的父亲的状况有关系 他可能是其中一个理由吧 是是是没错 爸爸的确是 但是 因为其实我父亲也是经历同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完全了解说你现在的对于那样子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感觉啊 感觉真的是三言两语说不完 我绝对说不完的 对那现在的当下比较是每天 就是怎么讲啊 就是每天平安 每个当下都还可以对到眼 然后就珍惜这个每个当下吧 不管是吃个饭一起看个电视 出去散个补六个狗 很日常的东西 日常到不行的东西 在这样子的时刻 年纪 过程 我觉得你都会真心会觉得越来越珍贵 就是这样子 对啊 大概就是这样 但现在已经不是 好像要很沉闷 然后怎么东西敢想 什么东西不敢想 不会啦 就是很正常 然后那一天 其实听歌会当天 我的确是比较 认真一点 但是其实更贴切的讲 应该是想很入戏的状态 去跟大家分享每一首歌 对啊 所以是没有发生什么太严重的事情 OK 对 那就现在像这首歌 等你想起我 这首歌是专辑里面最长的一首歌 也应该是我发行过的作品 算时间比较长的 而且我觉得很赶的是 这么长的一首歌曲 但是排带的是专辑曲续的第二首 对 对 我觉得 就是开门见山吧 是 对 因为 我觉得记忆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我专辑某个层面的核心 那记忆对我来说 对每个人来说 是重要的 但你也可以解读成是重要的吗 对 针对于某一些事情 你真的要记得吗 对 这都是我自己 常常有时候会看了什么 或者是 感受到什么 会问自己的话 对 那就借由这张专辑 借由这个歌或者其他的歌去 分享一些 好像常常自己会想到的事情 是不是也有人会想到呢 这样子 我问的问题 问自己 会不会你们也曾经问自己呢 那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对 你们不用问我的答案 因为 我其实 没有答案 然后 没有答案 我觉得好像 好像 比较轻松 在某些 事情上面 反而 它不是一种 灰色地带 它也不是模拟两可 它不是 完全不是 那种状态就有点像 不是什么事 好像都一定 有个水落石出 你才 你才会觉得好像 真的开心 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好像没有 没有 绝对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就很像你那天有分享到 就是说 就是 你觉得那个记忆 不见得是 好像脑中会有记忆 好像你的 比如说 数觉可能也有记忆 你的味觉可能也会有记忆 等等等等 也许 你的大脑的那个记忆 的能力可能没有了 可是 你的身体的其他的五感里面 触觉啊 味觉啊 等等的视觉啊 其实还是会有那一个 我们所谓的记忆的存在 有啊 我这首歌强调的就是 人心嘛 对啊 这是我觉得 人类的 人与人之间的 最后的底线吧 人跟人之间 要是连心都没有的话 真的就可能只剩下 电池了 我觉得 对 但可能 我不知道会不会到那样子 那我也不知道 真的到时候到那样子的状态 我们会是怎么样 那再说 反正这首歌 就针对于这首歌 就是有一个人 他彻底 把另外一个人给忘了 那有一个人 他因为没办法忘记 那也包含了当中的爱 责任等等一切的一切 他不能够丢下它 离开它 他能够选的就是陪伴它 然后到他有一天 想起来 或许会有那一天 就是大概是一种 这样子的状态 那这首歌曲 其实做得很有野心啦 大概是六分多钟 然后我那天在听的时候 然后其实一听到了你的分享 然后我就想起 就是很久一部电影 是叫做记忆里的橡皮擦吧 对 其实很像 然后我就突然想说 我觉得小雨很适合做电影配乐 曾经有人跟你提议吗 还是你曾经会 像这样的提议 你觉得你如果接下来了 你会不会把自己压垮还是什么 我觉得你会做得很拼命 因为你会做得非常细 肯定肯定要吧 因为如果这个是非常喜欢的一部 一个剧本 然后哪怕不要说配乐 哪怕只是当中可能三五分钟的一个画面 然后我看了我很有共鸣 很有感觉 让我想为他做一些什么 我肯定会一不容辞 这是 因为这是种享受 对 我还蛮常这样 我其实不要说电影配乐 我其实像自己在写歌或者编曲 在创作的那个当下 有时候在寻求各种方式来找灵感 我就会可能随机点开YouTube 然后随便的影片 就是随机 然后按静音 看着画面 然后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音色 就是看着这个画面去搭配我要的声音 或者速度 我觉得这个感受有时候就会刺激到自己 去做更确定做当下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啊 那我觉得可能这样子的方式 可能可以跟电影配乐沾上一点编吧 我觉得 希望未来有机会 然后 对啊 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玩的 好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 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 等你想起我哦 继续和小宇来聊她的声音专辑 无事 那现在要听到的歌曲的一开始的音效是放录音弹吗 录音弹 对没错 对没错 就是刻意去录那个以前小时候那个卡带的空白的部分 是是 对对对 sample进去这样子 这也是那天我们在做场听会的时候 我们有有听到的分享的 那天场听会你有特别的选说哪些歌曲要分享 哪些歌曲啊 遗珠没有办法放进来这样子吗 遗珠当然有 但直观就是当天想分享的那几首 就是那几首 那这是当天所分享的其中的一首 然后一开始在听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哇大走音一定是在模拟 是 我以为是模拟最悍 结果不是你模拟的是 想象是未来的自己啦 就是用一个没要没劲的 别担心的状态没那么严重 我跟你说你担心未来没这么严重啊 你看我现在多轻松自在要唱不唱的你在那边烦恼什么 就是有点这样的状态但你要把它想成醉汉或者刚睡醒 或者是像有一次直播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然后当中还有留言直接问我说你老实说你喝了多少 然后录这一段 因为那个直播我有看 然后你就直接回说我不喝酒的 对对对对我是真不喝酒 几乎把滴酒不沾 对啊 然后当下其实你们现在听到这样子的这个开头这样子 其实它也不是一次完成 它是我忘了真的录了几次 但是其实是思考过内化过消化过 然后再突然好就现在来吧 然后就一次一气呵成这样 你刚刚说就是希望是那个未来的自己 we are beginning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有一点是说你未来想要期许自己会是那样的状态 同时也是反映了其实你现在有点紧绷的这件事情 类似类似 但不是代表我现在很紧绷或什么的 那只是一种也可以把它解读成我现在 这个慵懒的我也是现在的我 在跟过去的我说 对啊 就是虽然你已经是过去了 但是你当时真的是想太多了 对其实没有这么多事可以让你那么纠结 其实重要的是不多 对 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跟就是新朋友Kevin的合作 我真的很喜欢他的编曲 然后我第一次听到他是李全哲的云端四季的这个project当中 然后也听到了他跟李全哲的合作的作品 以及他的一些什么像编曲或者是吉他 来聊聊你怎么认识Kevin的 怎么认识啊 就是我follow这个人有一阵子了 是因为Karen C.C.吧 我跟Karen C.C.也不太熟悉 是觉得有一次听到 先听到Karen C.C.的新作品几年前吧 我觉得这女生唱歌太有魅力 是 然后间接发现帮他好像执行音乐还蛮大一些部分的 是一个男生 然后我就找到了他的社群网站 我就直接follow他 那真正让我有这个冲动打动我绝对要找他来参与这张专辑 就是有一次看到他自己po了一个影片 然后拿一把吉他自弹自唱 我天哪这个人太太是我的菜了 我真的觉得 这是他对音乐的表达能力 然后表达方式跟什么时候该停 什么时候该怎么样 我觉得光那段大概不到一分钟的影片 我就完全被怎么说吸引到 然后就透过公司就是主动去询问他 愿不愿意在我的专辑里面参与编曲这样 他毫不犹豫答应 而且他很认真 他是一个非常耐心的人 我觉得跟我比起来他太有耐心了 真的 他第一 而且效率很高 就是他花很短的时间 大概两天嘛 他就先编了一个大概一分多钟的方向 他先问我方向 那个小宇这个方向你觉得是你的要的方向吗 我说完美 然后请往下这样 然后就开始超期待他的成品 然后过了大概两个礼拜过后 来了成品 其实消化了一下 好像不完全是我要的方向 然后我就在想 因为我完全不认识他 然后听说他中文也不是太溜 然后我就在想我要用什么办法 可以向他表达我想要的状态 然后就先不想那么多 先看他有没有时间 约来录音室吧 他就很好心 很有耐心的 很贴心的 把他所有 要做这首歌的编曲的所有器材直接搬到录音室 就为了跟我一起弄这样子 很难背 我到现在都还背不起来 现在都已经2022年我都背不起来 很扯 但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他喜欢 他的好处就是你从头到尾你会觉得天呐就是很有画面很有曲折 就是前面发生什么事之后会怎么样他也会交代 可是你就会很容易在唱的这个当下在背的当下你会很容易搞错断 OK 对对对 但这这是我的问题 这完全不是歌词问题 歌词是很完美 他就是有点点在分享自己就是我们这种行业 常常上一秒你可能去唱一个很多人的音乐会或什么 然后接着下来现在在这边跟你坐下来聊天聊心识聊专辑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反差 对 那我其实到现在已经是习惯 然后选择享受每一个当下不同的状态 就比较没有像之前好像会觉得 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 觉得哇刚才那一切那一切是真的吗 这刚才有多少人在听我唱歌 为我尖叫 都是真的吗 还是花钱请来的 想这些有的没有的 无关紧要 对现在不想 现在就是当下我在那个台上 我唱歌我觉得我听得好 我唱得开心 我觉得我就够了这样子 那结束以后就是品尝刚刚的moment 然后分享这个当下 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 然后魏如云就把这些全部画成文字 然后他写的很好一个层面是 他其实讲的影射的层面 不只是我们这个行业而已 是人生 人生我好像讲这个有点太早 就是人在每一个过程当中 肯定都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就是你上一秒你觉得 哇天哪 怎么可能这么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可是下一秒你却好像被掏空了一样 那那个掏空感不是你好像被骗或什么 不是 是怎么这个东西来了 你好像 仔细想 好像什么也没留住的感觉 就是会有这种无奈感 但是配上我觉得音乐的曲风 让我觉得听起来 我自己觉得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只是我只是分享我自己个人的角度 是可以解读到这么 我觉得算算一点点深层吧 对啊 那这首歌曲的就是Kevin的吉他 就是几乎从前面跟到最后 可是过程都是对话的 他没有在贴着你的旋律在走 就是跟着跟你做对话 没错 我非常喜欢这个吉他 关于这个吉他 其实也算怎么讲 临时起义 因为其实 当时那时候Kevin抱吉他来的时候 我就想听 我就想听你的吉他 因为通常会背吉他来的人 我觉得应该都不是省油的灯 那果然他就不是省油的灯 他真的 他的吉他 不管是他唱 他的吉他完全都是我的菜 就是表达的方式 他弹吉他的方式跟逻辑 不管他有没有逻辑 我觉得就是我的菜 而且大家现在听到这里面所有的吉他 几乎都没有修改 就是当下 我们讨论好哪里该进 然后什么样的旋律多长 然后怎么样推多高 完完全全 就是你们现在听到的状态 就是当下的状态 都没有任何的 几乎没有任何的剪辑 没有任何的调整 就是直接 你应该哪天就是找他过来 就是你们就去来jam一下 他 应该会很好玩 没有 关于这一点 我觉得他还蛮奇妙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 天哪 你这个 你这个长相 你这个才华 就是天生要在舞台上的人 但他是完全相反 他是非常非常低调 而且很有气质的一个人 很奇妙 对啊 但在我解读 我觉得你就是身在腹中 不是开玩笑的 没关系啦 等到这些年纪时机到的时候 也许我们就会看得到Kevin出来了 嗯 他这样很有才华 他就是也拍MV 然后也唱歌 也写歌 也编曲 什么都会 太厉害了 好 然后 至于歌词的部分 会很难被我知道 但是 我觉得解决的方式 就是你开个演唱会 是不是 很多人敲碗啦 对不对 所以2022年 肯定会有的 因为 因为 还没有确定时间 原因其实很简单啊 因为 去年嘛 12月 基本上每一天都有人在发专辑 然后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一些场地的申请 都需要一点时间跟手续 所以就 2022年啦 平安 一定会看得到 可以可以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 是 我觉得 歌名其实也是很口语化 就是还蛮像你啦 就是多了多了 嗯 嗯 两个人分开吧 嗯 啊 你都决定要分开了 而且你要想是不欢而散 嗯 然后你隔了 maybe一个月 一年两年 你突然还在那边 传给人家说 你好吗 嗯 我觉得 多了 嗯 有实际的经验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嗯 对啊 就是一种 有看过这样子的 例子 对 有时候一些 剧情啊 你就会觉得 嗯 当初就不是 这样子 然后为什么 好像你在外面 嗯 run了一圈 然后你才 要再回头来 珍惜这个人 嗯 然后只是好像 有一种 好像 嗯 不是真的爱 是在 利用些什么的感觉 我觉得这种 就是提 其实 你所有的一些关心啊 什么什么感觉 听起来都是多的 所以在爱情方面 你算是蛮洒脱的人咯 嗯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对啊 因为 我比较 赞同好聚 好聚好散吧 嗯 但是好聚好散 不是随便 嗯 是你要有 彼此有个交代 嗯 我觉得这是 这是一种 责任吧 嗯 不管你是结不结婚 我觉得都一样 就散了就散了 也不用格格定 就对了 嗯 不太需要 嗯 因为 对啊 他会遇到 怎么样的人 在未来 你不知道 那万一人家很好 你还在那边 打扰人家 说哎 你好吗 嗯 What the 对啊 又回到第一张专辑的感觉 What the 这是 第一张感觉 对对 有出现的 然后 这张专辑 在12月27号的时候 出了一张实体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 手边当中 其实在这个实体里面 都可以握有小雨的这个针基 没错 在里面 然后 好害羞 其实很害羞 是不是 你有特别要练一下手写词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就这样拿出来了 对啊 你也很 OK好 没关系了 那在里面的 每一个歌词当中 你当然是提炼了几句话 这个也就是你都觉得说 这一个作品里面 你觉得最能够打斗你的 还是说 这首歌曲里面 你最想说的 你才把它手写下来 都有 然后 说到这个手写字的 这两句话到三句话 这个idea 其实是我提 然后 藉由这次合作的 很喜欢的企划 叫招臣 他帮我 藉由我的idea 然后我的个性 我的解读 去消化成每一首歌 我最想呈现的字 是 这些字都是他想的 我觉得 我那时候看 我就 他写了十首歌给我 然后 我几乎没有任何的修改 是 我就觉得一看就是 然后我要马上来写 这不需要修改 可是 你写的时机 是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笔的粗细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哎呀 那应该就是 笔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突然没水了吗 哦 是这样子吗 有可能吧 我也忘了 都忘记 我记得是 我记得 写好像是分了两天写吧 我记得 OK 我以为是因为 有些有回家练 有些没有回家练 并不是这样子 应该都不算有练 应该就是写字 就是这样子 我都写好像 比较自私一点 就觉得自己看得懂就好 但是有一些 其实我自己也看不太 看得不是很懂 有点后悔 对不对 后悔来不及 后悔来不及 好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于小雨的 多了多了 那你知道这个歌曲的 英文名字是什么吗 too much吗还是什么 这叫not enough 刚好好反差 not enough yeah 来大家今天和小雨聊 她的新专辑 《无视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专辑里面 其实收了非常多 很精彩的歌曲 所以从里面 只能够选 大概六首歌曲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的残忍 没事啊 我很快会再来 耶 好啦 你说也是你很快的 应该会开个 比如说像演唱会 然后跟更多人分享 然后你上次的直播 我就觉得很任性啊 晚上九点直播 然后把大家一起 弄到不睡到十一点多 才结束吧 对不对 因为每一首歌 我都要听 这样子对 没有其实我跟你讲 我还觉得那天 因为刚好不是平日 是上班日 我觉得九点 可能就是刚好 大家吃个饭 洗个澡 然后准备要休息的时候 对啊 因为我本来也是想说 差不多六七点就来直播 但怕那时候 大家在塞车 或者什么 对啊 你一定有引起民怨的 之类的 对 还会再直播第二场 不过反正 那时候我就听到 你的直播 我就觉得说 小雨真的是 现在已经知道 有越来越多的武器 可以来利用 想说 可以好好的去阐述 你对于每一首歌曲 的一个心情 你就应该就会 多多的利用了 嗯 就是 对啊 算利用吧 然后 但是我 我比较 善用善用 对 都可以 其实 我的 我要表达的是 其实 这方面 我比较随性一点 我并没有说 好像变成是一种 好像一定得 这么做 对 像那天的直播 其实也是大概两天 两三天前 我突然跟同事讲说 哎 要不然 数位上架那一天 我来 跟大家一起 就是直播 听一下专辑 就是我也不怎么讲话 或者我要分享这个歌 都可以 但是重点是 他们要听到 我听到的东西 这样 就这样 然后他们就去 去setting 去安排时间 这样 而且你有 你有看下大家的反应 因为你现在 你就是两边 两边直播 然后其实 蛮多人的反应 就是跟我在 镜头后面 就是我们上线的 那个心情是一样 就是哇 我们又可以听到 小雨 合音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哇 如果真的给你时间的话 一首歌曲的合音 你不知道 要搭几轨 我也不知道 其实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 很多 你们现在 张集听到的 所谓的成品 其实 对我在我的心目中 有些歌 都不太 算是成品 因为你都还有 觉得更好的idea 去表达它 或者去点缀它 我觉得 当然这个是很主观的 也许你们觉得 现在就很棒了 不需要再加任何东西 这个我都理解 只是 我在听歌 不管听别人的歌 或自己的歌 我是随时随地 喜欢这段 我就可能会 想一想 有什么其他可能 这样 就是会一直这样子 反正就是一直保持着一个 让脑袋继续的跟着音乐 一起斩动的一个状态 因为 它不是一种 好像 谁在逼我做这件事情 没有 如果你要说这个层面 那可能是音乐 逼我做这件事情 对啊 它是一种 不由自主的感觉 对啊 不管是唱和声啊 或者是 跟着音乐 蠕动啊 等等 都是啊 好 那我们最后就来听 这张专辑的 最后一首歌曲 那这一个歌曲 排在专辑的 最后一首歌曲 其实也是 非常适合 非常适合 就是 按照一个 心里面的感受吧 就是很直接 然后这首歌很特别的是 从头到尾 基本上我们 在录的当下 都没有任何的节拍器 因为我觉得 我在难过的时候 我在想着一件事情 感受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没有节奏 对 所以当我在 讲这件事情 我也不希望有 任何的 好像 很固定的规律 去讲 因为那个 不符合情绪 对 那所以 钢琴 它跟我的 人生 基本上是 有时候它跟着我 有时候我跟着钢琴 我觉得非常 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对啊 然后 佐光平写这个歌词 写的 它是用它的血泪在写 我觉得 它里面有一些字 我都非常喜欢 就是 能被你爱错 我获益良多 天哪 这个 根本就是 好像被分手了 它也不觉得自己被分手 就是还是 没有在稀罕你的爱的 那种感觉 我觉得 某个层面 我觉得 我很欣赏 这样子的态度 因为 为什么 总是被分开的人 就要是弱势呢 没有这种事 对啊 我虽然很难过 但我可以跟你说 OK啊 能被你爱错 我获益良多 哇 好有 power的一句话 难怪就是 这个歌曲的 就是 前作开场的钢琴 跟后面的伪奏的钢琴 完全是一样的 就是 它是完全做呼应 的这样子的安排 然后 分享给大家一个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注意到 那可以 也可以 分享给大家 就是这里面有一段 剑奏 听起来很像 坏掉的喇叭的声音 一个小剑奏 我刚刚正想讲 这是人生 我会以为 你要仿什么 小喇叭 或是 saxophone 那样的声音 那个是我用 那个嘴巴 然后 模仿那种 坏掉 破旧的喇叭 我有听出来 我有听出来 好玩 好 那我们 最后就来听到 这首歌曲 你走吧 虽然 很舍不得 在这边要跟你说再见 因为不晓得 下次见面 我说四年以后 不会 不过 没关系 就是我们 就是满满的 耐心的等你的作品 谢谢 非常地开心 小雨的 在音乐上面 持续的成长 我会继续做 继续唱 谢谢小雨 谢谢又三姐 下次见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